嗨 兄弟们 中午好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 这是我新买的那个Insta360 GO3S 就是360新出的那个小的拇指相机的S版 据说它是能支持这个4K拍摄的 现在咱们就把它拆开看看 这是收到的这个快递盒 就是一个PLEASE HERE HERE 应该是撕这儿 我们把它撕开 撕坏了 这边也能撕 打开了啊 我买的是一个黑色版本 拆开了啊 给你们看看啊 我买的是一个黑色版本 这是写着啊 4K Insta360 GO3S 然后4K 这是一个那个黑色版本的 现在咱们就把它拆开啊 拿出我的这个老北京祖传的材质刀啊 黑色的版本啊 我这个是一个128G的 4K 4K 4K啊 现在咱们把它拆开啊 从哪下刀呢 找不着地从哪下刀啊 随便来一下吧 随便来一下吧 随便喝开一口啊 保护膜拆掉了 看 看 4K Insta360 GO3S S 128G啊 黑色版本 哇 好难开啊 这是一个二维码 打开 这个应该是一个配件盒 然后这就是相机本体了 使用虚知 先把它扣开 哦 这里边 容貌就出来了 这个是那个挂绳 挂脖的 磁吸磁吸挂绳 这个它还是一个白色版本的 我以为它这个黑色的这个版本以后 这个挂绳也会给一个黑色的 但是结果还是给白色的 先放一边 这个就是本体了啊 我拿在手里边还是挺有分量的 因为那个之前的那个 GO3呢我没用过 我不知道这个重量是不是跟那个3S是 是是一样的 还是说比这个轻 然后下边的配件 这个是那个帽檐的 一会一会加在我的这个奔利帽上试试 不知道能不能夹得住 这个是一个应该也是一个磁吸底座 这个磁吸底座 把它把它转上 然后 有点跟我那个Action3的那个意思差不太多 你看这样 这就装上了 它这个侧面这儿有一个这个按钮 你一按呢它这个这个就可以拿下来 我试试啊 还真是你看 这是一个1吗 只是一个1 这是一个2 然后按一下这个这个1这儿可以取下本体 按住了 然后 这个这个本体就拿下来了 你看 看 本体放一边啊 这是它那个它那个扩展仓嘛 就叫 后边是一个那个屏幕 它可以那么掰起来 掰起来 掰起来以后就可以就可以自拍了 这点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现在不知道它这个画质怎么样 因为呀之前 其实我已经都看好了那个Go3了 打算下手买Go3了 但是它一直啊 黑色版本啊没有128G的 一直都是64G 我就一直啊就就没下单 结果呢这个 正在这个纠结过程中啊 它这个它这个出这个Go3S了 S是升级版 它能支持这个4K分辨率 而且呢它还有这个黑色版本 我就马上就没有犹豫直接下单了就 它这个磁漆的这个这个力度吧 还是挺合适的 你看 基本上你这种力量是甩不掉的 就是正常的力道肯定肯定是掉不了的 然后这这两边一捏 去把它拿下来 看第一步啊 按住这儿然后取下本体 这侧面还有一个应该是Type-C的这个 这个充电口吧应该是 现在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先按一下这个 把这个主体取下来 取下来 然后它这儿二 使用前请把它撕掉 咱把它撕掉 这个镜头上面照上一个木 也把它撕掉吧 嗯好像已经已经开机了吧 侧面按键这是开机 Cure键 这是这个录制 这有点跟大疆的这个IQ3有点有点像 我先按一下开机 哦开着了 我把这个模式也把它撕掉 还挺不好撕算了 下一步 拍照 向上画是拍视频 不行这个模必须得把它撕 得把它撕掉 算了还是先别撕了 因为我现在没有模 等我买了模以后我再把它撕掉吧 先试一下录制 哦这个需要扫码的激活才能录制 扫一下吧 我现在已经这个链上了啊 你看它刚刚链上 就让我这个固件更新啊 整个链接啊 现在正在升级固件中 刚刚这个链上手机就让你升级固件 现在正正在进行固件升级啊 刚刚链上就有新的固件 这就直接升级就完了 也不用想什么 它这个固件升级可是有点慢啊 说好的这个三分钟 我感觉我在这等了有五分钟了 它这升级挺慢的啊 上面显示约三分钟 我觉得可能不止三分钟 可能已经超过三分钟了 那升级成功了 可是这边还估计还升级中了 97了还 98 它们俩还看来还不同步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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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即将自动重启 重启了开始 重启我再点那个连接相机 蓝牙连接中啊 确认 怎么还让我WiFi 终于到这部激活设备啊 点击激活 哦 这激活完了以后 这是这个图像也出来了 注册和研保三个月 那必须注册啊 先往前填一下信息啊 折腾了半天啊 终于这个注册成功了 然后现在这个这个机器也已经几乎成功了啊 我现在准备把它带上咱们试试 这是它送的那个挂绳啊 它这儿有一个这个贴纸 横平呢你就横着放 竖平呢你就竖着放 然后它这儿有一个纸 就是贴开以后 撕不是那个撕开以后 你看它这儿还有一个标志 横平 竖平 你就按它这个方向放就就可以了 这点还是挺挺不错的 然后这面是从外的大概就是这样 把它放在衣服里边 现在我把那个挂绳给它挂上了啊 然后刚才我把这个这个夹帽呢 这个也把它夹上了 夹到我这个奔尼帽上 一会咱们咱们试试 嗯这就是横拍了 这就是竖拍了 还行是吧 它这个吸附力度还是比比较大的 得稍微的施点劲 才能把它拿下来 然后现在呢咱们把它放到这个帽子上面 你看它帽子这儿也有一个指示 摄像头冲这边 那咱就 冲这边 好不行我这个帽子 我这个帽子不太行 因为我这个帽子这个帽檐啊 它是这种软的 不像有的那个帽檐是硬的 你看它现在戴上之后吧 它是有点搭了的 看 都搭了成什么样了 这个可能 不太美观啊 但是也能用啊 但是应该不太美观 它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可能感觉还好点 但是它现在这样这个一个状态 反正我觉得可能不太OK啊 可能跟我这个帽子有关系啊 因为我那帽檐本身就就比较软 行 还是把它摘下来吧 当然啊 加我这个帽子可能不太合适 还是把它放在胸前吧 这样还行 我现在正在看它这个监控的这个画面啊 从这个监控这个画面上看啊 这个4K30帧的这个画质啊 稍微有一点拉垮 我不知道这个导住电脑上是什么什么样啊 咱先试试啊 行我已经把它挂上了啊 然后咱们那个一会就带着它去试试啊 比如说整个团子不太热 我这也要再看我 我这个个人 算了 我这个人 呢 我太靠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ov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